简单的线条颜色让树木建筑活了过来 台湾插画家卓佩欣作品登上国际 民众作品前拍照留念 卓佩欣各展在意大利波隆纳儿童书展登场 成为台湾之光 但占出到一半却发生这样的差距 国民台湾被图销了 中国在意大利的外交单位 去跟他们的省长 去跟他们抗议 又遭中国打压卓佩欣作品 树冠修碧 获得去年波隆纳SM国际插画家大奖 作品被展出在波隆纳儿童书展 如今堪版原有的台湾字样 硬生生被贴了起来 虽然驻一大使有跟书展主席沟通 但碍于台湾中国政治关系敏感 只好找了折中办法 书展的主席是这样表达 他知道他也觉得这样的要求很不合理 原本三个作家的下面 也都标示了他们的国家 对 那因为现在不是只有台湾被遮蔽 他就把三个作家的 这个全部都取消了 书展为求公平 把所有得奖者国籍都涂销 只是中国除了政治经济 体育赛事上也干预台湾参与民意 如今又把手伸向了艺文界 近期有武汇山 虽然参谱到 到时候 就把手伸向了 也许可要 让一路上下 才能保留 要求公平 美国产党 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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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